大批警力守在房門外面 先是敲門有求嫌犯出來 不過他還是不為所動 眼看對方遲遲不肯開門 警方只要使用工具 敲開門鎖 再用腳大力踢踹 強行破門而入 屋內的男子沒料到警方 會直接衝進來 嚇得予無倫次 連衣服都來不及穿 就狼狽落網 台中市烏日分局 與苗栗警方日前接獲民眾報案 35歲的鴻姓嫌犯 曾有槍毒 經過兩個月的根肩搜查 2月29號上午 來到嫌犯位於台中市殺戮區的住處 進行攻堅 還當場查扣兩把手槍 而其中一把的造型相當特殊 這把槍的外形 跟iPhone手機十分神似 折裂起來的手槍 長約15公分 寬約7公分 跟iPhone15 Pro尺寸差不多 還裝有三顆裝飾用的鏡頭 作為掩護 手槍特別做成iPhone造型 方便隨身攜帶 好在被警方即時插扣 另外也搜出32發子彈 還有二級毒品安非他命 槍毒犯用槍自重 這下子還是栽在警方手上 進行為李千代文中採用報導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